歡迎收聽希望聽新聞 我是慧文 首先為你送上內容提邀 21國要求中共停止打壓香港獨立媒體 美查獲大陸假折毛透露勞工黑幕 對澳洲羊毛需求強勁中國大陸買最多 習近平和金正恩互至賀電專家指利益婚姻 470億身家板南根大王突離世 十九大以來4萬2千人投案 政法委官員憑落馬 全山東大學女學伴要證審 網傳江澤民禁忌地江蘇鎮江街頭驗大量坦克裝甲車 下面請聽詳細內容 21國要求中共停止打壓香港獨立媒體 香港新聞自由告急 蘋果日報已經在中共政府和香港當局聯手打壓下關閉 歐美等21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 譴責利用國安法壓制香港獨立媒體 7月10日美國、澳洲、捷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 共21個媒體自由聯盟成員國發表聯署聲明 對蘋果日報被迫關閉和其工作人員被逮捕 表示強烈關切 聲明說利用國家安全法壓制新聞界 是破壞《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 所確定的香港高度自治、香港人民權利與自由的 一個嚴重的負面行動 媒體自由一直是多年來香港獲取成功和國際聲譽的核心所在 香港和中國大陸應完全尊重並維護這個和中國的國際法義務有關的重要權利 同時21國對中共當局和港府可能繼續推出新法規 打壓媒體對政府監督職能的行動 表示高度關注 美查獲大陸假節目透露大陸勞工黑幕 美聯社9日報導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CBP發言人戴曼在聲明中說 執法人員7月6日在機場查獲的四箱假折毛 共計3,000對 收貨人是當地一間美容用品商戶 戴曼指出 這些假折毛沒有得到聯邦食藥管理局的批准 也沒有貼上分銷箱和製造箱的標籤 這個無法判斷 折毛在製造過程中是否接觸過疾病 或者它們是否被妥善儲存並遠離重害區域 戴曼說假折毛可以由人造物製成 然後用黏合劑黏在一起 不受監管的或危險材料可能會導致過敏反應 眼睛刺痛或更差的情況 他強調說很難說這些折毛上有什麼 海外媒體人李木陽指出 美國執法人員安全防護意識非常強 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折毛 在製造過程中很難避免不符合衛生要求的生產環境 特別是在臭名超注的大陸勞教所 為了賺錢讓勞教人員做各種各樣的工作 而且工作量非常大 勞教人員都想盡各種辦法提升生產速度 他特別提到大陸生產的一次性筷子 勞教人員經常在室內工作 不少人身上關了芥倉 有些嚴重的皮膚痕癢就直接用手去勾癢 他們是不會去洗手 也沒有機會洗手 勾完癢就繼續接觸筷子 換句話說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 美國人會保持著一定的戒備 對澳洲羊毛需求強勁 中國大陸買最多 中澳關係沒有任何緩和跡象 但中國對澳洲羊毛的需求似乎增長強勁 澳洲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中國購買了澳洲出口的大約90%的羊毛 成為澳洲羊毛的最大買家 根據澳洲統計局數據 在一個月內澳洲農民從羊毛出口中多賺4,800萬澳元 出口額從4月至5月的2億9,700萬澳元 增至3億4,500萬澳元 其中中國購買了澳洲大約90%的出口羊毛 在中國之後 歐洲、韓國和印度是澳洲羊毛的主要買家 在過去20年裡 中國對羊毛的需求量有驚人增長 今年也不例外 在今年1月 中國商務部取消了對澳洲羊毛的入口配額 2021年中國可以購買38,288噸澳洲羊毛 而不是去年的36,465噸 中國對澳洲的免稅羊毛配額每年將增加5% 到了2024年將達到44,324噸 瑞德說從澳洲是主要生產國 中國是主要消費國的意義來說 羊毛可以比作新的鐵礦石 今年5月 中共稱澳洲從過高的鐵礦石價格中 謀取暴力後 誓要降低鐵礦石的成本 但是此舉適得其反 導致鐵礦石上個月底銷售創紀錄 達1,490億澳元 至今為止 羊毛行業並未捲入兩國貿易戰的交火中 中國從澳洲購買的羊毛中自己保留了50% 其餘的被運往北半球 主要是運往歐洲國家和美國 習近平和金正恩胡志賀電 專家稱利益婚姻 中招領導人習近平和金正恩 11日就中招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簽訂60周年胡志賀電 朝鮮問題專家表示 中招關係只是一種利益婚姻 上放賀電時語氣熱情 但和實際關係大相敬庭 法廣報導說 習近平在11日聲稱 兩國60年來攜手並肩奮鬥 要將兩國的友好合作不斷賣上新台街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就聲稱 在敵對勢力挑戰和妨礙活動變本加厲的今天 朝中友好條約能在保障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方面 發揮更強大的生命力 金正恩所說的敵對勢力 和習近平在中共黨慶大會上所指的外來勢力 雖然沒有明確指向是哪個國家 但外界輿論認為 他們指的實際上都是美國 發生社指出 金正恩在2011年底上台後 並沒有像父親金正日和爺爺金日成一樣 立即訪問北京和中國領導人溝通 而是一直拖到2018年3月才去訪問北京 那次是因為美國時任總統川普決定打破美礁冷凍僵局 直接和金正恩舉行峰會之後 金正恩感到亦需要北京的支持 今天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外交談判陷入死胡同 中國和美國關係變得很差 一些專家認為 習近平和金正恩互置賀電主要想向美國顯示 兩個共產主義輪郭有著勞不可破的友誼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朝鮮問題專家撲遠見教授認為 自從朝鮮戰爭結束以來 中鮮之間其實出現過很多抵觸 兩國絕對不可能真正地互相信任 但面對美國 中鮮互相需要 中鮮關係只是一種利益紛恩 但兩國領導人越靠近 朝鮮核武器問題就越是複雜難解 法廣報導稱 金正恩繼位後 差不多七年中鮮最高領導人沒有任何往來 但在華盛頓和平壤之間準備就招核問題 直接舉行領導人峰會後 兩國的關係重新得到強化 報導說中鮮是這個世界上所剩無幾的共產主義國家 兩國的互相需要在於 孤零零的朝鮮需要中國的經濟制裁 外交加持 中國利用平壤 更多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 為朝鮮半島無核化努力的時候 可以打朝鮮牌 470億身家 板南根大王突然離世 近年不少中國大陸企業的創始人高管 突然離世 有板南根大王之稱的楊子江若葉董事長 徐鏡仁7月11日因病突發離世 背後內情引人關注 據《健康時報》7月11日報導 多名知情人士說 楊子江若葉董事長徐鏡仁在新疆離世 一位和徐鏡仁是江蘇泰州同鄉的醫生透露 徐鏡仁在醫黎開會期間突發深梗離世 徐鏡仁是中國醫藥產業的標誌性人物 1971年26歲的徐鏡仁開始創業 創建醫藥加工廠 一年後這間醫藥加工廠投產 首批產品是白奶定和白爾定兩種針劑 徐鏡仁研發出板南根火粒 1985年藥廠更名為楊子江製藥廠 1988年因上海爆發甲肝疫情 板南根需求激增 楊子江製藥廠加班供應上海近400萬包板南根 徐鏡仁由此也獲得板南根大王的稱號 據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發佈的2019年度 中國醫藥工業百強榜單顯示 楊子江藥業連續第六年排第一位置 根據胡潤百富榜計算 2020年徐鏡仁家族財富為470億元 在江蘇泰州上榜的企業家中為列第一 但到2021年4月15日 中共市場監管總局發布消息稱 根據《反壟斷法》規定 對楊子江藥業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以其2018年銷售額254.67億元的3%作為罰款 業內人士分析 如今楊子江藥業創始人突然去世 在面對重罰和大量採購等大環境下 楊子江在未來營銷合規 以及傳統藥企轉型上需要面對更多不確定性 近期大陸媒體披露出不少公司的創始人 高管突然離世的消息 包括在今年5月20日 貝殼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佐暉 因病意外去世 佐暉以155億美元財富 為列福布斯榜單第128名 6月6日晚 中國國內半導體七市龍頭企業 華峰測控創始人宣銜離世 該公司最新市值為248.69億元 5月25日江西省知名地產商 博泰集團董事長張新鳴 被人持刀捅傷 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去年12月25日 郵族網絡公司發布公告稱 董事長林琦因病救治無效離世 事件懷疑與公司內鬥投毒有關 林琦薪價達29.22億元 國藥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總經理蛇魯林 在去年7月28日離世 2018年7月4日 海航集團官網發布庫告 海航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 董事長王健在法國公務考察期間 意外跌倒導致重傷 經搶救無效 在當地時間7月3日 不幸離世 享年57歲 王健曾經在海航總部接受 中國經濟周刊專訪那陣稱 做企業很難 好又不行 壞又不行 好的有人來搶你 壞的有人來害你 如果別有用心的人來害你搶你 你給不給 你告訴我怎麼辦 十九大以來4萬2千人投案 政法系官員憑落馬 7月8日晚 中紀委官方網站發消息 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原書記 劉川生涉嫌違紀違法 主動投案引發強烈關注 簡歷顯示 劉川生今年已超過70歲 卸任高校黨委書記近5年 他目前正接受調查 事實上官方數據顯示 劉川生不是今年第一個 主動投案的中管幹部 中共十九大以來 有4萬2千人主動投案 今年已有40多名省管級以上官員投案 接受審查調查 其中包括不少政法系統官員 今年5月投案的有 上海市浦東新區檢察院檢察長 黨組書記楊玉俊 廣東省雲浮市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黃天生 山東省委政法委副書記衛松兵等人 他們都在政法系統工作多年 另外主動投案的重慶市委 政法委員副書記譚曉榮 5月被通報相開 今年6月黑龍江省 省佳牧師市檢察院原檢察長高偉利 主動投案接受調查 青海省檢察院檢察長蒙永山 也在今年6月被通報主動投案接受調查 林草局原副局長李炳輝搞假投案 不如實講清問題 江西省虎州市生態環境局原黨委書記 局長鄧長明在主動投案後 被重就輕 只是公述部分違紀違法事實 對其他問題隻字不提等 江澤民金記地江蘇鎮江街頭出現大量坦克裝甲車 7月8日 在大陸江蘇省鎮江市的大馬路上出現大量裝甲車 而在鎮江市附近的火車上 運載了大量坦克、裝甲指揮車、裝甲車、 戰地醫療車、軍用物資運輸車 以及其他各類大小軍車 鎮江在中國政治上有特殊意義 因為鎮江有鎮住江之意 泛江澤民記委 據傳他從來不敢踏足 網民表示 這個可能是在鎮江市舉行某類軍演 另有網民披露 因為軍演需要運送大量軍人和軍用車輛 在7月8日和9日 部分途經蘇州、上海等地的火車班次停運 據蘇州本地保網 從7月8日至7月9日 有多達14個途經蘇州的火車班次被停運 軍網給出的原因是受水害影響 但在這段時間 周邊並未傳出嚴重的水災信情 全山東大學女學伴要證審 中共高校為非洲留學生提供高額寶座 並配備異性學伴 遭到網民持續評擊 日前又爆出更多內幕 網上流傳的一張網絡聊天截圖顯示 有網民爆料 山東大學要對報名為留學生陪讀的女大學生進行所謂證審 只有沒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女生才能被選中 如果女學伴被黑人性侵或墮胎 只要不曝光出去 該女生和整個宿舍的室友全部保送研究生 爆料人說 提供該消息的是貴林某高校老師 她有同學在山東大學任教 山東大學已提供女學伴而臭名超注 有網民稱之為慧安府大學、妓院 除了山東大學 中國高校普遍為留學生提供特殊待遇和現金資助 為其配備學伴的也不是少數 網上女傳出女學伴被性侵或墮胎事件 甚至還有黑人留學生將其性侵學伴內容的視頻 發到國外的色情網站 分析指中共用這種手段收買外國留學生 是為了方便她對外統戰 記者查詢發現 以吸受害女學伴 甚至整個宿舍提供保險離封口 似乎早已是很多高校的普遍做法 在大陸知乎網站2019年7月的一批鐵文中 有多位知情人提及這件事 這些所謂高校被民間罵是沒有折操的學校 新聞播放完畢 多謝大家收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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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